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集展示,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萬通國際投股顧問魏明玉,魏老師,老師好 柴瑩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貿易在以來外資不斷的買超過600多億 但台股卻表現的屬於弱勢 是否台股正運量跌升反彈呢 我想以在這個波段 畢竟就是說從7月6號貿易戰開打以來 那往外資就是說 從7月6號以來一路買超 相對於就是說 從這個指數從10,523點 也一路拉高到11,186點 整整漲了一個660點之多 後續就是說大概在上個月份 我想這個盤創高到11,186的後續 那變成說也經過這一段時間 只要最近這一個月 一拉回也拉回高達500多點之多 那畢竟我想就是說 以在這個積極點 以美股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實際上做一個創歷史新高 那相對就是說以台股的部分 在最近這段期間 我想拉回的弧度相向深 都是屬於叫跟跌不跟漲 那相對就是說以上目前為止 年限再度做個跌破 等於說目前6條均線 做到讓全面線的一個跌破 那當然就有一個大盤這個角度 就是說各位你可以看到一個線圖 最近大概超過一年的一個時間 這個台股大盤 都是在處在一個叫高檔震盪 這個高檔震盪的區間 大概是落在這個 10,500點到11,100點 差不多不到600點的一個空間 在走一個高檔的一個區間的整理 那相對我想就是說 以均線 就是說6條均線 在最近這一段的修正拉回 一拉回 形成一較第五度的跌破 那不妨我想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 以實務上各位的操作面的重點當的話 就是說我們每一趟的操作 既然叫做高檔震盪盪 那當然的話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叫 股票箱的區間操作法 相對就是說 就是說你拉回到支撐區 你要去留意一個買進 後續拉高到壓力區 你要去留意一個賣的動作 那畢竟我想這個買賣的一個動作 我想我們全面性 我們看下一張圖 就是說我們都是根據這個 實際上的一個買賣點這個訊號 來決定我們的每一趟的操作 我想包括在最近這段時間 各位你可以看到線圖 我想這個只要有產生這個 波段的一個賣點 需要一產生後續 包括在前兩趟 一修正拉回700多點 那買點弧線 一反彈 就彈了快接近600點 後續前一個波段 就是說再拉回 賣點一樣做個產生後續 一樣又是拉回快接近500點 等於說從7月份這一趟再拉高 在這一趟的一個拉高 等於說買點訊號產生 他要做到一趟實際創高 那創高完之後 我想在近期又產生這個 波段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等於說形成這一段台股大盤 連續性的一個來做一趟創低 我想這個 全面性我們的操作 都希望各位能夠做到 根據訊號 來執行 你這個高檔震盪的一個操作 那麼再講回這做個股的部分 我想以在這個階段點 這個波段台股大盤 一修正拉回500多點 等於說 往到目前為止 絕大多數的這個個股 都是處在一個叫下跌的一個態勢 那尤其我想在近期 我想整個個市場 這個悲觀的一個氣息 將將濃厚 那等於說我想 包括就是說 外資在這個波段 其實這個盤近期拉回500多點 外資是定了就站在一個賣方 我想這個大部分都是屬於叫 內資法人賣出來的 對 那相當我想後續主要說 我們一個前提 你說外資他不要再形成一個叫做 就算他不買 那問題是說 後續他只要是形成 不賣的一個動作 那配合我想在相對多數個股 已經形成股價大幅度修正的一個 後續我想這個盤 隨時會醞釀這個叫記錄性反彈 我想這叫無庸置疑 那重點我想 彈上去我們還是要密切觀察 微量是穩 你無論如何你要帶到一個叫做攻擊量 我想彈上去 不管是說包廂最下方的年限 甚至包廂在季線 這些壓力 都是蠻沉重的這個壓力 那這個壓力 你如果說沒有辦法去做到 客戶的一個前提之下 當然的話 就以後續我們這個操作面的重點 當然的話是希望各位 你要去區分這些個股的一個 他到底處在一個叫高基期 還是低基期 低基期的個股 你配合買點需要產生的話 你可以來執行買進 那相對處在一個叫高檔區 高基期的這些個股 我想已經短線上漲多 漲多配合的一個叫賣出去 然後產生 我想這些相關這些標的 你要去留意 這個賣出的一個動作 那甚至他要產生比較高檔的一個起跌 那起跌 這種個股 你就可以來執行這個 眷空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包括像台積電 我講在這個波段 創高到這個11,186.5 這是最大最大的工程 當然的話 以他一個實際上股價 從210塊錢的漲到268塊錢 那問題各位 你不敢看一下右上方 他這個賣點的一個訊號 波段賣點 高檔區的一個個股 賣點產生 你當然的話 要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那包括像股王大力光 我想在近期 他也拉高到5300多塊 等於說 在近期他也產生這個波段的賣出 訊號在4725元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說 以近期拉回弧度相向深的 包括像這個被動元件 好像國具 一修正 短短 兩個多月修正6成之多 跌了60% 6488 這個細心眼的環球晶的部分 一修正拉回腰斬 跌了55%之多 那另外包括像相關一些瓶蓋個股 像這個3105的穩帽 最近這段期間 一修正也是超過6成 然後甚至包括像6456 GIS的部分 我想就是說以GIS 他在最近這一個月 股價修正達到35%之多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空頭的力道 已經在做個縮減 我想這個你都可以去密切留意 後續的一個買點 即將做個弧線 那另外我們看下一張就是說 以在近期他有時候走勢比較靚力 走仰了一些個股 我想短線上包括像這個 這個3081的一個聯亞的部分 我想這個已經形成 多頭力道的一個衰減 你要去留意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甚至包括像這個新許可部分 我想這個高檔 他已經形成 股價漲一段一大段 等於說他也產生波段賣點 我想這些標的 你都可以來留意 做到他賣 甚至包括像做一個卷空的動作 那當然我想我們這一切的一個動作 都是無論如何 根據訊號來決定我們每一趟的動作 這個訊號如果產生 我想歐老師我們都會在每一天這個盤 中這個Light at的資訊分享 這個過程當中 會給各位做到一趟 隨時的一個分享 那請各位 你都可以直接交到我們這個 這個Light at好友行列 來密切留意 相關個股的買賣點這個訊號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財經急訊室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想在近期這個台股操作 包括從上上個禮拜禮拜五產生 這個短線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產生當然的話 就以策略面的重點 我們就請各位 去做到一趟出多 那甚至包像一半的一個資金 部位來做到一趟卷空 延續到上個禮拜禮拜五 連這個波段的一個大盤的賣出訊號 也做的產生 那大話這個階段點 我們請各位去做到一趟 叫做順勢而為的一個操作 採一個比較反向的一個避險 這個動作 那畢竟我想在最近這一兩天 台股經過這個連續性創低之後 在最近包括像昨天前天 他也帶出一個很長很長的一個下影線 我想這是代表就是說 短線上這個拉回弧度 已經獲得一個直穩的一個跡象 變成說往這個隨時會展開 這個叫記錄性反彈 那問題彈上去 我想包括最下方的年線 跟這個季線的位置 都會是一個很沉重的壓力 需要帶出這個攻擊量來做客戶 那並說沒有辦法 客戶的一個前提之下 彈上去縫壓 依然還要去站在一個賣方 跟空方 那相對我想現階段的這個 卷空我想為了目的無他 就是說除了你可以創造獲利以外 那你可以避開這個拉回風險 甚至為了下一趟的這個翻多 來做個準備